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过去曾经有学者进行过探讨 有人认为唐朝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 是因为制度先进 就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也有人认为唐朝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地位 是因为经济发达 就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这些说法有道理吗 当然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它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什么因素 那就是唐代文化 因为唐代文化博大精深 辉煌灿烂 它是构成大唐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因此 从这一届开始 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灿烂的唐代文化 同学们 唐代文化内容极为丰富 涉及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方方面面 我们时间有限 不可能展开来讲 我们想重点探讨一下唐代的教育体系 宗教思想 文学创作 史学成就 书法绘画 音乐舞蹈 科学技术 以及礼仪风俗和唐代文化的地位 因为这些问题呢 都是唐代文化的核心内容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我们可以很好的了解唐代文化 系统的掌握唐代文化的相关知识 从而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 同学们 说到唐代文化 你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是教育 我们从有关资料来看 唐王朝对教育非常重视 他采取了不具一格的文教政策 大力发展官学 同时鼓励私人办学 从而形成了完备的教育体制 大家知道我国呢 是一个文明古国 教育发展很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就已经出现了官学和私学两大系列 那么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时期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 那么到了唐代前期 同志认为教育体制还不够完备 所以采取了加强完善教育体制的措施 从而形成了官学和私学两大系列 所以我们看唐代这个学校 主要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的 所谓官学就是由政府出资兴办的学校 政府掏钱 政府办学 而私学则是由私人集资兴办的学校 那么这两种学校 它的性质是不同的 在唐代的两种教育体制中 官学占有很大的比重 因为唐代的官学呢 它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中央官学是由中央机构所办的学校 而地方官学呢 则是由地方行政部门所主办的学校 中央官学集中在京师 也就是长安 而地方官学分布在全国各地 它的分布面很广 大家看这张表 唐代官学一栏表 那么从这张表中 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哪些中央机构办官学 唐代哪些地方机构办官学 在唐代 在长安 上书 中书 门下三省都办学 上书省的国子监 是当时最重要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它直辖六所重点学校 那就是国子学 太学 四门学 律学 书学和算学 这六所学校呢 被称作国子监六学 上书省有好几个部门 兴办学校 其中四天台 它办有天文学 律数学和路科学 而太医术则兴办了医学 太不术办了普世学 而太不斯呢 则办了术医学 这个天文学 律数学和路科学 它是研究天象变化 制定立法和研究天文中的这样的学科 而医学呢 则是培养医生的学校 不斯学 它是预测学校 培养预测人才的 至于这兽医学呢 则是培养兽医的 门下省它设有红文馆 而东宫也就是皇太子所居住的地方 设有崇文馆 崇文馆和红文馆 它带有研究性的性质 它也比较重要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 在唐代的官学中 尤其是中央官学中 这个六学二馆是最重要的 六学二馆代表了唐代中央官学 它的主要学校类型 而在地方上 唐代的副州县都办有学校 我们知道唐代这个地方机构 实际上它是州县二极致 唐代是道 道之下呢 下有州县 这个道是监察机构 唐代的所谓副和州 实际上是同一级 只是说这个副比较少 在国都及其培都所在地 才是有副 在副 在国都或者培都所在的地方 所兴办的学校呢 称之为京都学 而在一般的州 所兴办的学校称为州学 在县 兴办的学校称作县学 唐代呢 有350多个州 有1500多个县 那么这些州和县呢 也都办有学校 这些学校呢 都是由政府出资来组织行办的 这就是唐代的官学系统 我们可以看出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学校 而且呢 它办的这个学校中央很多 中央很多 你比如说 它在那边有国子学 太学 国子学 太学呢 它是贵族学校 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的官员的子弟 或者两品以上的曾孙 太学呢 它招收五品以上官的子弟 所以一般老百姓是进不去的 而四本学 既有普通贵族的子弟 也有一般优秀平民的子弟 这些学校呢 都属于综合性的学校 至于说这个 绿玉学书所算学呢 它属于专科性的学校 那么这里面有些学校呢 它是 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的 是属于综合性的学校 有些呢 这是学习 自然科学和音音技术的 它属于专科学校 学校的种类呢 还是相当多的 唐代的思学 种类也很多 它和那官校相比呢 那更为庞杂 官学呢 它是有系统的 而思学呢 这个多的是没办法统计 大概分一下 可以分为成人教育 蒙童教育 和家庭教育三种类型 成人教育 就是唐代一些人呢 成年人 他要学习 那么他要学习呢 有些知识分子 在做官之前 或者是任职途中 或者是退休之后 他开馆受徒 招受学生 那么因为这些人呢 都是有名的知识分子 影响很大 所以 很多学生 慕名而来 不愿万里 有些思学的规模非常大 像韩瑜 他办的思学 有时候学生 达得几千人之多 那么这一说 这个同盟教育 和家庭教育 在唐代呢 极为普遍 唐代有很多大家族 这个家族里面 他就有家风 家传 家学 他特别重视 自己的子弟 他在这个家族中间 就半路失去 而且规模相当大 教授子弟了 那么教授子弟呢 是从娃娃抓起 从小孩抓起 所以这个同盟教育呢 在唐代也很普遍 不是说只有贵族才学习 有条件的人呢 都让孩子读些书 也不光说男子学习 女孩子在唐代呢 也是可以学习的 所以你看这个唐代诗文中 常常描写到 有好多女孩子 拿着书包 到学校去学习的 这种情景 那么在唐代的很多女性 她都是有知识 有文化的 这也是学习的结果 唐代的学校 分为官学和思学 无论是官学和思学 她都要从事教学活动 那么唐代的学校学什么 她的教学内容有哪些 我们从有关资料来看呢 唐代这个学校呢 她学习的内容 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儒学 这个儒学呢 非常重要 因为在唐代 儒学可以说 是学校教育的最主要的内容 无论是官学还是思学 人们都要学习儒学 那么儒家 这个儒学呢 就是儒家的学术文化 因为它是中国的正宗思想 它的这个典籍文献 主要是所谓十三经 在唐代对十三经做了分类 把它分为正经和旁经两大类 所谓正经 包括大经 中经 小经 它的正经又划分为三种 大经 要学习三年时间 礼记和左传 被认为是大经 要学习三年时间 中经 包括诗经 周理和义理 学习两年时间 而小经 则包括一经 上述 公养和姑娘 要学习一年时间 那么谭王朝规定了这个正经 学生是要学习的 但是呢 不要求全通 不是要求你把这十三经的 前面这些正经都全部学通的 你可以学五经 你全部精通了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说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精通四经 也可以精通三经 当然你最少要精通两 那么对于这个旁经 这是每个学生都必须要学精通的 旁经它主要是包括两种 一个是校经 一个是论语 唐王朝为什么特别重视校经 所有的学生 你都要学习校经 这是因为 唐王朝以校治天下 他认为这个校 对于一个家庭的和谐 对于社会的发展 是很有好处的 一个家庭的 这个秩序 要靠校来为继 一校于衷 就可以去治理国家 所以唐玄宗本人呢 曾经亲自对校经做助 提倡校经 而论语呢 他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孔子 他的重要思想所在 所以呢 唐代 把孔子呢 作为圣人 把孔子作为文宣王 作为儒家的代表 他的著作 当然是大家都要学习 所以这个儒学 在唐代教学中呢 显得非常重要 那么另外一类 是专业知识 比如说法律 数学 书法 师父等等 那么这里就是说 根据自己的情况 有人呢 是主公母一科 有爷人是奸习的 大家看这两幅图片 前面这幅图片呢 就是开诚诗经 它是唐王朝 在开诚年间 在这个石头上 雕刻的十三经 这个十三经呢 原来立在国子间前面 让考生呢 前去核对自己的教材的 后来呢 移到了碑林 现在保存在碑林中 后面这个就是唐宣宗 亲自注释的校经 那么这上面的字呢 也是唐宣宗预书的 很漂亮 唐朝的学校 也有一定的管理制度 比如说 学校的这个教室编制呀 学生的数量啊 办学的规模啊 还有学校的一些考核制度啊 它都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那么在唐代 教室编制 主要适应于官学啊 当然这个思学里面 也是根据自己规模的大小 根据需要来设定教师了 唐代的官学中 教师 他有固定的一些职位 有教解 你比如说 博士 助教 职讲 演学啊 等等 这些都有定额的 固定的数额 博士呢 一般说来 他是学士渊博的人 他是这个学校的学术权威 对学校的学术质量 学校的教科质量呢 那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一般情况下 他是做报告 他不是去每天都去讲学 而助教和指教呢 是直接面对学生受课的人 典学 这是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一般比较少 私学呢 因人而异 因根据情况而定啊 有的学校规模很大 当然教室很多 规模小的话 教室就要的少 那么大家看那个 这张表 这就是唐代官学的教室一览表 唐代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这个教室编制不太一样的 中央官学里面的中和性学校 规模比较大 像国学太子四门 在唐初的时候 他规定 舍博士二至五人 诸教三至五人 指讲四人 典学四人 你可以看出呢 他这个教学人员比较多啊 管理人员比较少 同样在中央的这个专科学校里面 也设有博士 宗教等 博士一般是一到三人 宗教呢 是一个人 典学呢 是两个人 地方向的学校 无论是中学还是县学 规模一般比较小 所以他设置的这个博士啊 宗教相对来好少一点 但是呢 他都有这样的一些编制 一些编制 当然这是唐初的编制 后来唐代学校规模扩大了以后呢 这些博士宗教的数量也在增加 唐初对学校学生的数量也做了规定 他规定呢 国学 也就是国子学 招收三百人 太学招收五百人 这都是贵族子弟了 四门招收一千三百人 旅学五十人 书学三十人 算学三十人 中央官学他规定这么多数量 那么地方上一般周线的周学和线学呢 他招收八十到四十人不等 因为这个他周有大小 线也有大小 所以这个数量大小多少不等 另外呢 这个在地方的周 他还舍有一学 地方上的一学呢 一般是十到二十人不等 情况不同 一般说的这个医学 学生所占的数量 相当于经学的四分之一 他大概是这样的比例 但是这个学生数量呢 很快就突破了 在唐太宗整冠年间很快突破了 唐志炎有这样一段记载 他说 太宗 也就是唐太宗啊 太宗树姓国学 随曾租学舍一千二百间 曾治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元 吴和高丽百计 新罗高昌 土博诸国酋长 一千子弟请入 国学之内八千余人 国学之盛 进股以后 那么这一条材料说明什么 一方面说明 唐太宗对学校教育很重视 作为皇帝 他到国学里面去视察了 另一方面呢 他下令开始扩招了 扩大学校的规模 曾州学社 扩大招生的规模 他把这个招生的原额 国子学的原额呢 从原来的三百人增加到三千二百六十人 扩大了十倍以上 但是这个数字还打不住 过了不久的话 这个高丽百计新罗 还有高昌土博 周边少数民族酋长和外国的这个国家元首 纷纷要求他的孩子来上学 他认为这个唐朝文化很发达呀 唐太宗他很有魅力 他是天可汗 所以这些酋长们要求他们自己的子弟来 这下一发不可收拾 结果呢 国学之内八千余人 国学 国子学的数量增加到八千人了 大家想一想啊 和唐初所法定的原额相比增加了多少 二十七倍之多 是吧 所以说国学之胜 禁锢以后 国子学的数量增加了 学生扩招了 那太学呢 四门呢 其他的这个学校呢 自然还是有扩招的趋势 那么这个扩招 它反映了唐代学校教育的发展 是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当然这个扩招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 比如说十字力量的配备 是吧 校舍硬件设施 能不能跟得上 好在这个唐初的同志 他大闪文教很重视这事情 这些问题呢 都是不在花下 都解决得很好 唐代的这个学校呢 他也有考核制度 你不说唐代呢 他规定有假期 学生呢 当然一天不光学习啊 光学习不休息 他也有休息 有假期 唐代的这个假期呢 是有寻假 填假和受益假之分 寻假 就是十天放一天的假 十天 就是学九天放一天假 填假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暑假 在 印尼的五月 也就是阳丽的六月份 装俭成熟了 放田假 一个月 让这些学生 到田店去干干活 锻炼锻炼 收益假 是九月份 九月份就是阳丽的十月份 这个时候天慢慢冷了 放假 让学生回家去 准备过冬的衣裳 这就是唐代的假期 田假和收益假的都是一个月时间 比较长的 那么学校呢 对考试有规定 学生要学习呢 他的这个成绩呢 是需要通过考试来确定的 考试 有寻考 有月考 有岁考 寻考 就是每过十九天 放假之前 要考一次 一小考 每个月一中考 每一年一大考 这个考试呢 当然有很多的可目 给你选的可目 来考进行考试 那么学校呢 对记者员有很严格的要求 高价逾期 高价就是请假 请假超期了 是吧 履教不改 考试三次不及格 大考三次不及格 或者说品行不价值 这样的人呢 要勒令退学 这是唐代的学校管理制度 那么以上呢 就是唐代学校教育的 基本情况 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 唐代这个学校教育呢 还是相当发达的 唐黄超重视教育 他完善了学校教育的系统 那就两大系统 官学系统和私学系统 这两大系统 从学校的教学内容 学校里面的管理 来看呢 都是相当完备的 他这个政策在有唐一代 大部分时间都得到了 很好的推行 所以这当然对于教育的发展 是很有好处的 那么讲到这儿 有一个问题 我请大家思考一下 唐黄超不遗余力 发动社会的力量来办学 他的目的何在 这个同学 我认为唐黄超大力发展教育 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 他的教育设的学科 不仅有社会学科 还有人文学科 这两门学科都对提高国民素质 是具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个同学呢 这个回答的挺好的 他认为呢 唐黄超 兴办教育目的 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 兴办教育目的 当然应当是考虑国民的素质 是吧 而且这个同学还说呢 他这个学校呢 教学的内容 不光是有人文学科 还有自然科学 是吧 所以他这个说法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么有没有不同意见啊 好 这个同学有不同意见 我认为那个目的吧 一个就是为国家选拔人才 你认为是选拔人才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吗 是的 好 请坐 大家说他回答的有没有道理啊 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呢 国家确实是需要人才的 是需要人才的 我们知道呢 唐朝这个社会 它是从隋朝发展而来的 在唐朝之前 同志者采取的 选官用人的制度是什么 主要是九品中正制 或者叫做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最初呢 它是要考察人的品行 才能和学识 结果到后来呢 就轮成了那些 达官贵人的工具 形成了所谓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师族的这种情况 那就说你能不能当官 能不能做大官 全看你的老子 那是拼爹了 知道吧 完全是拼爹 你没有一个好的书神 你没有一个好的爷爷 好的爸爸 你还想当官 连门都没有 所以这一般的社会成员 你再优秀 你没有进阶的可能性 那么这样的话 一方面是同志者内部呢 就开始自身开始腐朽 另一方面呢 也是阻额了社会上这些 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路 这个当然是不好的 这种弊端在隋朝已经被发现 所以隋阳地开始呢 创立进士科 通过考试的办法来选官用人 唐朝就开始大力的推广科举制 我们知道唐朝这个选官制度 它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所谓门婴 门婴就是为了照顾那些功臣 在唐朝建立和公公的过程中 有很多人他有大功 他官做的很大有大功 那么他的子弟也很优秀 那么唐王朝规定呢 可以隐蔽自己的一个 或者是两个孩子去做官 去做官 做小官 从小官做起 给他提供一个做官的条件 第二个呢 叫做流外如流 流外如流就是说 这个利 一般的利 在这个基层啊 辛勤的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 凸显出了自己的才华 功劳很大 而且呢 很有政治前途 那么唐政府就采取流外如流的办法 把他们从利升为官 升官 从而使他们进入士图 第三种也是最主要的 就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官用人 那么唐代的科举制度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这个制度呢 它和学校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唐代的科举制度 那么唐代的科举制度呢 在选官用人制度上 可以说占有很大的比重 唐代的很多官吏呢 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 唐代的科举考试 他的考生从何而来 科举考试的考生是从学校而来 那么唐智规定 唐代的国家制度规定啊 凡是官学毕业的学生 无论是中央官学 还是地方官学 毕业的学生 优秀学生 由学校进行选拔推荐 以生徒的名义来参加科举考试 也就是说每一年呢 官学里面要选拔一些优秀学生 让他以生徒的身份去参加科举考试 那么私学的毕业生 则由周线选拔推荐 以相共的身份来参加科举考试 因为这个私学呢很多嘛 是吧 五花八门 他不可能以学校为单位来组织了 所以只能以周线来组织进行推荐 而这个学生呢成为相共 生徒和相共呢都是来自学校 是学校的学生 是优秀学生 也就是说呢 唐代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呢 是来自学校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 那么这个科目呢 可以大概分为长矩和智矩 什么是长矩 所谓长矩呢就是经常性的考试 每年要举行一次的 这个长矩的科目比较多 有秀才 明经 近世 明法 明算 明书等科 唐王朝每年都要举行长矩的考试 在这些科目中 明经和近世科 是广受追捧的科目 也就是说呢是比较热门的科目 所谓治举 就是由皇帝所组织的临时性的考试 那么他这个时间不确定 国家如果需要什么人才 皇帝下一道诏书 就可以主持来进行考试 科目很多 国家需要哪一的人才 就招收哪一的人才 考生也不建议 不限于学校的学生 社会上的所有的人 都可以参加考试 只要你认为你自己能行 都可以来参加考试 这个科目呢 很多 多到什么程度 有人同意呢 说是有100余种 那么其中有什么 显良方正啊 只言极见啊 英才杰出 有些科目的名称很好笑 你比如说有一课呢 就叫做不求文答 所以唐大有个考生 骑着马在长安城那边 急急忙忙想想跑 按照规定的老师不能跑的 他跑了 他一边跑一边喊 让开让开 我要去考试 是吧 考什么 不求文答 别人一听了就笑了 既然不求文答 你不待在家里就行了 你还去干什么 是吧 但实际上 这个不求文答 它是科举考试的一个科目 是吧 通过它是可以选官的 那么长矩和智矩 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可目 当然在武则天时代 还出现了五举 过去呢 这个科举考试 无论是长矩也好 智矩也好 他都是选文官的 唐大的武将呢 是不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 那卓士看你的这个能力 功夫如何 现在呢 武则天在当皇帝之后 他认为 既然文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 武官又何尚不可以呢 所以呢 他创立了五举 设立了一些考试的科目 比如说长舍 桂舍 马舵 等等 那么通过对这个考生体能 技巧和知识 等测验 来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 那么这个五举呢 在武则天时代以后呢 是实行过一段时间的 比如说唐代的大将郭子一 就是通过五举选拔出来的 那么在唐代的所有的科目中 哪些科目是最受罪吧 我告诉大家是 近事科 近事科 唐志炎有这样一段记载 他说 近事科始于随大业中 生于枕观永辉之际 近身随位己人臣 不由近事者中不为美 其推重 位置白于公轻 又约一品白三 同学们 你们看到这段记载 这段文字 你们可以想到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近事啊 是很有吸引力的呢 你看这里面说近身 近身这里面就指的是官僚了 随位己人臣 不由近事者中不为美 就说即使说你当了宰相 当了这么大的官 但是你 你的出身 不是通过科举考试 不是通过近事科 自己都觉得很遗憾 哎呀我这一辈子 当了宰相了 我还没有这个近事的身份 那么唐人呢 对这个近事科非常推崇 其推重位置白亿公轻 又约一品白三 那么唐代呢 考上近事 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 还不是官 还不是官 还要经过立部的全选 那么立部呢 要按照申 言 书 判 这四条标准 来对这个考上的学生进行复试 深 就是看这个人的身体条件 身体是否健康 长得是不是标志 你的形象好不好 当官嘛 形象要好一些才行 其次呢 眼 看你的口才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如何 因为当官要说话嘛 是吧 你要和老百姓 要和人打交道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要强 书 就是看你的字写的好不好 为什么看字写的好不好呢 因为当时的官 他没秘书 是吧 他要写汇报材料 要写文件 他都是要靠自己亲自去写的 所以字要写的好 另外你要参加科举考试嘛 你写的乱七八糟 考官也看不清楚 是吧 另外还要看判 判就是看你判断是非的能力 你懂不懂法律 你懂不懂国家的政策 你能不能明辨是非 你有没有是非之心 那么通过誓言书判 最后呢 确定这些已经考上的人 包括进士 能不能做官 那么一般说来呢 考上进士的人 他起步就很高 他可一开始就可以做比较大的官 然后一路绿灯 进士速度很快 正因为如此 所以呢 人们对进士很吞从 说这个进士呢 虽然他刚刚考上还没有得当官 还是一个白衣 是个老百姓 但是呢 他的前程就是铁定的了 就可以预想到 在未来若干年 他就是一颗新星 就是一颗官场之花 是吧 所以人们对他很推崇 所以在当时社会上 形成了一种考进士的风气啊 史书记载说 胸劝其弟 父劝其子 父劝其夫 都要去干什么 要考进士 要考进士 同学们 假如你生活在唐代 你想考什么呢 你想考明经 明法 明算 还是要考进士 你要考什么 进士 为什么要考进士 你说说 我觉得这个金榜提名啊 第一 他非常的这个威风 第二个 这个考的进士 就是这个当官的正途 然后能够未及人称 实现自己的报复 讲得不错 看来如果在唐朝的话 我想你是会考进士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个进士可不好考 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 不是说你想考就能考得上 因为唐代科举考试这个内容呢 它还是相当难的 唐代的科举考试不是考大学 它是考公务员 是吧 相当于公务员考试 考上了就可以做官的 它是考起来很难 唐代的科举考试呢 当然这个难以程度是因科而异 唐代的科举考试 长矩一般是在春季举行 所以称作春围 春来花开的时候考试 那么考试呢 一般要考一天的 你进到考场以后考一天 直到考到晚上天黑了 给你发两根烂烛 蜡烛熄灭了 你就得离开考场了 是吧 考试很严 坚决反对作弊 考试呢 分为口试和笔试 两种形式 这个考试的内容呢 明经 它是以铁镜为主 主要是考察 考生对这个儒家经典的 掌握和理解程度 而近试科 除了考 儒家的 经典之外 还有家事 师傅和事务策 那么其他科目呢 则 主要是以考察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主 你比如说你是明法科 你看你主要是对法律掌握如何 这个情况就是如此 那么相关的文献记载说 考近试和考明经 它这个程序差不多 都是要考三场 第一场 铁经 铁经 考官把你叫进来以后 当着你那面 拿出一部儒家经典 拿出一张纸 这纸上有几个窟窿 然后把这个书呢盖起来 让你看 你可以看见几个字 他就问你了 这是哪一部经 哪一卷 他讲的是什么 你把它给我背出来 同学们 难不难 对我们现在来说太难了 儒家经典的十三经 内容太多了 你能把它都背得很熟吗 能记得很准确吗 但是对唐代考生来说 这个一点不难 他们非常熟悉 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主要学这个东西 一部经要学几年时间 最少一年时间 所以他弄得很熟 所以这个铁经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 一般人都可以过的 第二场 考墨艺 就说你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如何 那就出几道题 问问你 那一般这个明经 和近世呢 他是要考三道 或者考一般考五道 问五道问题 让你来回答 那这就有深度了 你理解的怎么样 理解的准确不准确 那么一般说来 这个考明经的人呢 他都可以的 他专门学这个东西 他主攻这个东西 他没问题 考近世科呢 你也必须对儒家经典的很理解 考近世科难就难在 你不仅要对儒家的这个墨艺呢 儒家的经意有理解 而且呢 他还要现场考你师父和事务策 考你师父 要考你师父 就说让你去写诗 现场做诗 那难了去了 是吧 你如果你这个诗 没有这方面的素养 你怎么能行 当然一般的都有准备 我为了考试 我早早的都练习做诗了 从学校的学习 就学的写诗了 所以一般的问题不大 也能过 第三场 最难的 就是要考试无测 考试无测呢 这个近世科 他要考和国家 国际民生相关的问题 而且呢 这个实物测 有时候考几道 这就难 就是你不仅要对这个现实的问题 要有深刻的理解 要能提出解决的办法 应对的措施 而且你的文章还要写得很好 所以这个难度就很大 因此呢 考近世是非常难的 所以这个明经和近世呢 录取 录取这个难以程度就不一样 史书记在说 这个明经 一般是十个人录一个 而近世呢 是一百个人录一个 一百人考试 有一个人才能考上 那么正因为如此呢 在当时社会上 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说是 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近世 什么意思呀 一个人如果说 三十岁考上明经了 大概吃之以鼻 说你看这三十岁了 三十岁了 才考上个明经 另外一个人 年龄都挺大的了 考上近世了 你看说你看这才五十岁就考上近世了 多不容易呀 是吧 其实呢 这是带有夸张的说法 实际上也就是表现了 大家对这个 这个近世的 这个重视程度 也说明近世是难考的 近世虽然难考 但是近世在考上之后 它容易做官 容易做大官 但是能不能考得上 这还要看老师愿愿的结果 所以要等待放榜 唐代科学考试中 这个放榜呢 是最艰难的时刻 考上考完了之后 考得上了以后呢 就可以做官了 有了当官的资格了 考不上的话 还得回家总填了 是吧 所以当时人的心里很焦虑 等待放榜 放榜的时候呢 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考生一天没事 就到外面去 去上上花 去留一留看看 到放榜的日子 大家知道了以后呢 就来看榜 唐代科这个放榜呢 它是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金榜提名 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人生呢 有三大喜事 东方花猪叶 他乡于固之 金榜提名时 金榜提名呢 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金榜提名呢 就是唐王朝 在这个礼部选院外面 他用黄色的纸 用淡墨 书上这个考生的 考上的这些考生的名字 比如说近世 谁谁谁考上了 第一名是谁 这个状元是谁 棒言是谁 碳话是谁 然后一次把它写下来 公布 公之于是 这叫做张棒公布 那么唐代那个时候呢 你想一想 他没有什么收音机啊 也没有电视啊 他不能转播 是吧 也没有电话 没有这个电脑 这类东西 所以你这个张棒公布 你必须到现场 你才能看得到 唐王朝 为了表示对考生的尊重 也是为了让每一个考生 尤其是考上的考生 知道他的结果 另外还用这个金花帖子 专门写上 某某人 你考上了哪一科 是吧 考上了你是第几名 然后派人呢 专门送到这个考生手中 那么大家想一想 那考上的人很高兴啊 那真是所谓的十年寒窗 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所以考上进士之后呢 据说不夹成而周恩天下 几天时间天下人都知道了 尽管那个时候呢 没有这个手机 没有电脑 消息传来也很快 那么考上的进士呢 他们经常举行一些庆祝活动 比如说他们在曲江北边的 杏园要举行宴会 这个宴会呢 规模很大 成了长安 长安城中的一件盛事 新科进士 一般十几个人 他们在杏园要举行宴会 他们从 他们这个这一帮人中 选择一个长得最漂亮的 最年轻的人 称之为 实际上是以碳花的名义 气场高度大嘛 到躺在长安城中的公司 华安中去采花 采最美的花 然后来布置会场 长安城的老百姓 尤其是那些打官贵人 倾城出官 要为自己呢 挑选成功快序 当然有时候只是想一想 想 把他作为自己的女婿 那倒不一定能实现 是吧 而皇帝在这一天呢 也上次御食 皇帝给这个金斯呢 上次一些饭菜 金斯吃了以后呢 一辈子都记得着的 那么据说有一个人老了 牙齿掉光了 就剩一颗牙 别人就说你 剩了一颗牙 多难看的 拔掉算了 他就写实说 莫笑老去 残牙齿 曾吃红铃鸡脚来 你别看我这牙 我这牙剩一颗了 你要知道 我这牙曾经吃过 皇帝上次我的 这个棕子 我吃过这东西的 这可不能随便拔的 那么他们在 曲江举行宴会之后 然后到宴塔去提名 大岸塔是 慈恩思宗的一个塔 他们去 把他名字提在上面 当然这个时候呢 年轻的近视 就感到格外自豪 你比如说白剧仪 他考上近视的时候 比较年轻 他那一科考上17个人 他最年轻 所以他去做事 他说大岸塔下提名处 是其人中最少年 这个近视提名 是唐代这种文化现象 他不能随便乱提的 而我们现在很多游客 到一个地方去旅游 随便就写 摸摸摸到此一游 这个题目呢 是非常坏的一种毛病 我希望你们呢 不要这样做 考上近视以后 被称作灯笼门 或者山公舍柜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 非常荣耀的事 所以说 很多考上近视的人呢 很高兴 往往因是作福 心里那种喜悦之情 因与言表 你比如说 这个孟娇呢 他考上近视了 他就说 昔日龌龊不堪言 今朝放荡 思乌涯 春风得意马地急 一朝看遍 一日看遍长安华 你看这个刘仓 他写 极地后去江宴 他这种心情 也表露无疑 他们高兴 那大家想一想呢 没有考上的 明罗孙三的那些举子 他们的心情如何 他们的心情 当然很难受啊 失去了做官的资格 当然有人 有志气 大不了 从头再来 那有些人呢 可能就消沉了 同学们 刚才我们 对唐代的科举考试 做了简用的描述 通过学习 大家知道 唐代的科举考试呢 他确实 还是相当完备的 通过科举考试 唐王朝选择出了 许多优秀的人才 这对于改良国家政治 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说到这儿 我想问一下 科举和教育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 首先 学校教育呢 它是直接为科举服务的 为什么说学校教育 是直接为科举服务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科举考试的考生来自哪里 来自学校 无论是生徒也好 是相互也好 主要都是来自学校 长局的考生都是来自学校 当然智举例外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学校教育呢 它是为科举输送人才的 每年学校都把自己的 这个优秀考生 筛选出来 让他去参加科举考试 它是为科举服务的 其次 就是唐代的科举制度 他反过来 对学校的教育呢 有反作用 科举考试考什么 你学校你就得教什么 科举考试的内容 学校呢 是要重点讲述的 你比如说 唐代这个科举考试呢 他普遍的是要考儒家的经典 所以唐代的学校呢 你把这个儒学呢 就要好好的教 儒家经典要认真地去教他 要让学生呢 把这个儒家经典背得滚瓜烂熟 而且呢 对他的意思要有所理解 那么唐代这个科举考试呢 他要考虑学数学算学 学校呢 你就要向学生呢 要教授法律 教授这个书法 教授数学 教授这些东西啊 那科举考试呢 完了以后 立部还要按照身严书判来 选择学生呢 要对他进行面试呢 那你学校在教育学生的时候 就要考虑学生的身体状况 是要让提高身体的素质 要他进行体育锻炼呢 你要让他平时呢 去练习口才 练习表达呀 你得让他去练习书法 把字写好呀 你得让他去学习 这个相关的 法律 学习国家的政策 学习文件 然后呢 知道如何去写 书册 要判断是非的能力 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内容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科举制度 它的学校呢 是有反作用的 那么尽管唐代 他兴办教育 发展科举的目的 主要还是为了 为同志者选拔人才 但是 我们知道 在唐代呢 参加学习的人 学校教育的学生 人数很多 他不光有男生 还有女生 尽管这个参加科举考试的人 是少数 考上的人是少数 但大部分人 他都接受了学校的教育 那么通过教育 他们的文化素质提高了 即使他没有考上进士 没有考上 明节明算 但是他 参加了整个的学习过程 他的文化素质提高了 你就拿书法来说 唐代的书法呢 很普遍 随便一个人拿出来 字都写得很好 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 他在学校内受过系统的训练 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吗 所以我们说呢 唐代的教育和科举 它的积极作用很大 它推动了唐代 文化事业的发展 我们说这个教育啊 它的确是立国之百 它是百年大计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它的教育如果发达了 它的文化发达了 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进步 唐代的教育 体系是如此的完整 那么唐代的教育呢 它这个过程是如此的严密 唐代的教育是如此的重序 我们可以想见 它对唐代文化的发展呢 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的 换句话说 唐代教育的发展 为唐代文化的鼎盛 点定了基础 创造了条件 也正因为如此 唐代文化的各个因子 才得到长足的发展 才显得辉煌 惨烂 好 这节课题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